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说到 后社认知的初阶 就是要关注你的框架 要学会去关注你的框架 所以这是第一 初阶的部分 框架有很多 框架你外面可以找到很多 包括什么六顶思考帽 那个是用来 就是让你的思考更全面性的 各位都可以参考 接下来我们进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刚刚是框架是自己给的 第二个部分 我们这个框架 是在你 就是在你一边使用新制度的时候 一边慢慢演化出来的 所以他就是你演化出自己的一个方法 好 好 好 演化出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就来用第二步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们来 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个 人生规划 人生规划这一件事 好 那请各位 我带着各位 做新制度 那请各位一样把你的新制度打开 开一个新的档案 好 开一个新档 好 这个跟那一天写作文 就会有一点点 类似的方法 好 现在假设 你是要帮学生 找他未来的目标 帮他做人生规划 要怎么做 当然老师自己也可以做 好 所以老师请请你想一个主题 想一个主题 那你可以想你自己的 你未来有什么目标 比如说我要变有钱 或是说 我要这个 我要学什么东西 我要学烹饪 我要当厨师 好 你也可以假设说 你是帮 你是在 在这个 要 未来要教孩子 做人生规划 好 我们就来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这样要怎么操作 好 那现在不管是老师自己想的题目 或是学生 学生可能会讲说 我想要当一个 这个 城市设计师 我想要做一个电玩游戏的 电动游戏的那个 设计师 我要做 我要当厨师 等等 我要当老师 好 请各位先制定一个题目 这题目是你未来想要的东西 想要的方向 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成为什么 你不好意思讲自己的 讲学生的也可以 假设你有个学生 想要成为 未来想要做什么 这是你的未来目标 未来二三十年的大目标 好 好 好 各位当你有了目标之后 你是不是要先去了解 我们要讲第二步 好 其实我们应该是 如果是在教学上 应该是先让孩子去 尽量的看过世界各种的可能性 对不对 然后才来定自己的目标 不然可能会因为那个眼光狭隘 那个见识的东西太少 所以可能定不出很好的目标 不过没有关系 目标是可以修正的 好 我们就先假设一个目标 好 那所以第一步你定好目标之后 各位第二步是什么 是要先理解 要达到你的目标 需要怎样的条件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游戏设计师 那我可能就要先上网Google一下 要当游戏设计师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 对不对 如果他今天是我要想要当一个这个厨师 我要当一个饭店的大厨 那你这边就可能要找说 要当饭店大厨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 对不对 好 好所以请各位老师根据你的主题去搜寻一下 要变成这样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 好所以我就搜寻 所以你要用你的主题去搜寻 要成为你这样的一个人 必须要有怎样的条件 要会什么东西 好 那所以很多老师可能会找到那个什么 依人力资源网站 那个也没有关系 你就去看那个 比如说他要当那个工程师 工程师需要会什么东西 需要会什么Java 会什么程式语言 这样都可以 任何资源 任何资讯都不要错过 就稍微翻一下 广告 广告其实也是一个线索 也是一个线索 好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 好所以我要变有钱呢 可能要有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条件 就是要有摆脱错误金钱观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有正确的金钱观 对不对 然后要有赚钱的策略 对不对 赚钱的策略 要学会理财 然后你就一直稍微看一下 甚至有的是那个影片 甚至有的是那个影片 或者人家的读书心得 什么都可以看 重点就是稍微摘入一下 再录一下 我要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需要哪些条件 哪些能力 好 你看这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章 改变十个观念就可以变有钱 所以我点进去看 然后把它稍微摘要出来 改变思维 好 要改变思维 好 你看这边 这边就会有一些重点 对不对 好 要为自己人生负责 好 我们先抓大的方向 先抓大能力 大方向 关注机会 与积极的人交往 各位你要做自己的主题哦 好 做自己的主题 那我这边就是 我也是做给你们看哦 乐于宣传之旨 乐于宣传之旨 根据结果拿酬劳 找双赢方法 找双赢方法 专注于自己的 对俺们的方向 靠手 平顾 让钱帮我 让钱帮我 母帮urger 过来 你 通知区 愈悉 向rar 整匪 一须 跟步 我们给各位再五分钟好了 来各位稍微google一下 看看达成你那个目标需要怎样的能力 都把它列出来 好不晓得各位老师做的差不多了没 好所以你应该会有一些 就是针对你的主题会开始有一些想法 就是你网络上会找到一些怎么样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 变成这样一个主题需要哪些能力 你收集到一些资讯 不管你是直接google的 或是在那个论坛pt上面找 或是在那个111人力资源网上面找都可以 那反正你就会知道说 我要我的今天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会需要有哪些的能力 或者哪些的想法 哪些的基准才能够变成这样的人 好那么这是第一步 所以跟之前一样有点像发散思考 你就到处找方法到处贴 贴了之后呢 接下来第二步呢我们一样做分类 稍微分类一下整理一下 好所以你就把它稍微用简单的分类 就是不要让它太多分支 把它稍微归类一下 好所以像这个属于好习惯的部分 我就把它统统归类在这边 有一些像是想法 想法观念 好那我就把这些放在这边 所以第二步就是请各位把它做适当的分类 好 至于那个分类到底用什么分就要看你找到了资料 根据你的主题找到了资料 好去去找出你的分类 好所以 那个 Smile Smile老师 Smile老师 那个如何控制发散出去的想法收不回来 那个老师你要先做我们第二步分类 先把你想到的那一堆东西 先做适度的分类 好适度的分类 这样子才有助于之后的归纳 好收敛 好所以我们就是在在学这个历程 这个历程很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整理智慧的方法 不是知识 是智慧 好所以各位请你用一个 用适合的分类 那这个分类适不适合你自己决定 好不适合就之后再改都没有关系 好刚开始一定是比较不会嘛 这很正常 所以搞不好你刚开始用的一些分类都不是很OK 但是随着你对这个主题越来越熟悉 你的分类就会越来越清楚 我们再给老师 再给5分钟 刚开始做分类比较难 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归类 自己生出类别 就用对完全不懂的主题 不知道怎么分类 不用担心 你就你的想法 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目的只是让 让那个资料不要太凌乱 让资料不要太凌乱 OK 所以你的那个 那个你的分类的那个 类别的名称 其实是自己控制就好 那有时候你会做到一半 又会想到另外一个分类 又重新调整 也OK 没有问题 这个方法你只要做几次 你就不怕害怕学新东西 学新东西很快 反正新制图是自己看的嘛 所以别人也不会来看你的新制图 除非你是要 要拿去分享给别人 所以对我们自己的学习来讲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要看的 所以我自己看的懂比较重要 所以刚开始的分类 你自己抓 反正觉得抓的不好 下次再修改 好像以我现在 我要变有钱这个主题 刚刚刘老师也提出一个 很好的分类方法 开源截流 谢老师问说 新制图印出来的时候 很大的图会不会印出来字很小 因为它是印整张 就是你的版面 看你的版面有多少内容 它就帮你印在同一页 那所以你就要去决定说 如果你的东西很多的话 你第一种方式是你把那个很 就是最末端的节点把它收起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你就印大张的A3 或者印海报 印大张的值 那或者是你把你 就是你分节点印 拿几个关键点你先印 然后再轮 再印别的关键点 这样分开印 这样也可以 那其实我们这种新制图的东西 就是主要是架构 跟关键字而已 架构跟关键字 所以你的架构如果很清楚 其实后面的内容 你如果已经对它很了解了 那个后面的内容 其实你不用印出来 也是没问题 对对的 收起来就不会被印 所以你要印长什么样子 事实上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对然后你那个存档的时候 它可以定存成图片档 那你也可以另外存SVG向量图档 那向量图档它是 放大再放到再怎么大都不会变丑 因为它不是那个JPEG图档 JPEG的读档放大会变丑 所以如果你是要拿去印 那个放大海报的 请你存SVG 那如果你要存PDF的话 要那个付费的版本 付费版本它会有更多功能 但是我一直用了这几十年 我都没有用过付费的版本 所以免费版本其实就非常好用了 好不晓得各位老师做的如何 如果还没做完没有关系 所以第二步我们是做分类了 把我们找到的资讯稍微的大概分一下类 让你的资讯比较不会那么杂乱 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初步的架构 好那所以第二步就是分类 那分完类之后呢 你大概就会对这个主题稍微有更深入一点点的了解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接下来就是说你要针对 这个你所分类完的所有的资讯里面 要找出可以具体学习的内容 具体的学习的内容 像这个我要变有钱是比较抽象的题目 比较抽象的题目 你要找到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 那如果你是像那个很具体的 比如说像我的教材里面 有一个叫做我给一个示范的档案 我想成为面包吸点蛋糕师 那这个也是网络上找的东西 但是他有一些很明确的内容 比如说他要会学会这些面包制作 他要学怎么制作面包 然后烘培业有一些作业规范 然后食品的品质怎么判断 然后要认识各种烘焙的食品 然后烘焙食品的包装 采购的原料 烘焙的技巧 美化的装饰 这些东西 他都是比较实际的一些能力 那像这边会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特质 所以会兼具有实际的东西 跟抽象的东西 所以你找到的东西 可能会有这两类 那所以你就稍微看一下 像这些 可能有些是属于这种习惯的想法的 这个都是比较抽象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具体的 比如说我可以买 我可以学这门课 或者是说 学去课程 学校大学会开这种课 跟财经有关的课 网路上也会有一些跟财经教育有关的 比如说买房子 什么股票投资 那一类的课 那个就是比较具体的内容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抽象具体都有是很正常的 好所以第三步是什么 对第三步你要安排 因为你现在假设我现在 我现在51岁了 我好老 假设我希望我60岁 希望能够到某一个目标 所以这目标是越具体越好 好假设我感觉更具体具体一点 通常我们定目标 我们跟学生讲定目标的时候 要越具体越好 那我要变有钱 这个太抽象 所以你就换一个 比如说60岁要存够老本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你就会有更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60岁要存多少钱 好会有这样比较具体的东西 好那不管 我们就用这个就继续去做 那所以当你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我们第三步呢 就要去准备现在 我现在的 是哪里 就是现在的状况 然后跟你未来的状况的差距 这中间的还有10年的时间 那你要怎么去安排你的目标 那这边我用 我就直接用那个我提供的例子来做说明 好 那么当我去找出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 那我会根据 假设这个是小朋友提出来的内容 那小朋友还国小而已嘛 所以他要到那个 他要到出社会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十几年 那所以他中间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用 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的历程把它提出来 就是我现在十几岁到我 20岁出社会 那我还要经过什么 还要经国小 还要经过国中 国高中 还要经过大学 然后还有日常生活中 你把时间的因素摆进去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考虑什么 就可以考虑我这些目标 这些都是我的目标 对不对 我的目标 我将来20岁的时候 我要有这些目标 要达到这些目标 那我这中间可以做什么努力 就开始去规划你的行程 内容 好 比如说 比如说 好 比如说面包食品制作 我如果要做这一项 那这一项我在国高中的时候 可以有哪些努力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参加 学校一定会有类似烹饪设 对不对 我就去上那个学校的社团的烹饪设 那我是不是可能就可以做到 跟食品有关系的制作的内容 对不对 就会对这个部分会有一点增进 对不对 那我上大学呢 我可别去念相关系所 对不对 没问题嘛 那我日常生活呢 能干什么 日常生活可以干什么 是不是可以经常帮忙家里 家里有厨房 跟着妈妈 跟着妈妈或爸爸 进厨房帮忙 对不对 比如说在节日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些点心蛋糕 当做礼物 当做礼物对不对 当做家人或同学的礼物 好 所以根据 根据你未来所要具备的 的技能 或者是特质 那你就要去想说 那我在国中 大学 还有平常 日常生活中 可以用的 可以就学到的 我就把它放进来 好 比如说 要能吃苦 对不对 那能吃苦的话 我在学校 怎么样可以学到能吃苦 好 怎么样可以学到能吃苦 怎么样可以学到 让自己身体素质好一点 然后怎么样可以学到 会动手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参加 相关的社团 或者是美劳课 要特别认真的 对不对 公益课 美劳课 对不对 你总是可以在每一个阶段 找到能做的事吧 好 然后比如说日常生活 那我就可以 每天 每天去运动 30分钟 没错吧 好 所以你根据你的这些 所要具备的具体的能力 跟抽象的能力呢 你就把你 到毕业之前 到毕业之前的阶段 把它列出来 时间阶段列出来 然后你就去分析 每一个能力 每一个 每一个能力 每一个特质 我需要 长大 要会的话 那我国中可以做什么 我大学可以做什么 我平常就可以做什么 请你把这些东西 给分析出来 好 这是第三个阶段 那我们给各位做到 11点半 OK 11点半 请各位把它分析一下 然后把它稍微列出来 好 各位一边做 把那个你 好 你到目标要达到之前 这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 把它分析出来 具体的分析出来 那我们做到那个11点半 好 那有老师问说 那个截图可以啊 截图没问题啊 但是截图解析度 就会比较差 它本身可以另存图片档 它本身另存的图片档 解析度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要截图 当然是没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SVG档 谢老师那个SVG档在电脑版 电脑版另存新档这边 看一下汇出 应该是汇出啦 档案汇出 档案汇出这边有一个SVG file 这个地方就是向量图档 那你看PDF是要交钱的 pro的 pro的才是可以输出PDF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用 图片档或者是SVG 那SVG档呢 用浏览器就可以开 所以你把它丢进浏览器 它就可以打开 那所以我会蛮建议 如果你有需要要汇出大图的话 那如果不是大图 就一般直接列印 或者是那个输出图片也可以 然后它有相容其他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在用 其他的那个新制图档 它应该也可以汇出去 好 那其他的那个office 就会用pro的才可以汇出去 好 好 各位加油 还有六分钟 回复一下那个老师的问题 这个慧娟老师不熟悉软体操作 那我稍微再讲一次 你应该是上一次没有来 好 我们新制图 你就是开心档的时候 你随便先预选一个 一个样式就好 风格的之后都可以改 然后你再把你要想的主题 把它放在中间 那快点两下可以直接做修改 好 直接做修改 那要增加那个止节点 直接按insert或是那个tab 这样就可以在这一层的下面增加止节点 所以如果你是选在这一格 再按tab或insert 它会往下增加 往下增加 那如果你是要增加同一层的 同一层的直接按enter就好了 同一层直接按enter 然后你在做分类 要改分类的时候 直接拉过来放掉 就是直接拖曳 直接拖曳看你要放哪里 就拖去哪里 要放哪个地方就拖去哪个地方 都可以 都可以 不要的东西就是选到 直接按delete删掉 大概基础的用法 这样子就 就可以了 然后 我现在是有分享画面的状态 所以如果老师看不到我的画面 你的画面可能要调整一下 那个谢老师说 如果要用Xmine做教学复习学习单 印给学生后 上课的时候可以将Xmine用在PPT上 Xmine用在PPT上 你如果要变化的话 还是得在Xmine上面 你的PPT上面只能截图过去放而已 好PPT只能 就是截图过去放在上面 你可以把一些步骤 放在PPT 去教他吧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 卢老师问 可以用共编 那个共编 卢老师 共编我们上次有提过 在那个 叫做Coggle C-O-G-G-L-E Google的那个 G把它改成C 这个叫Coggle 这个可以共编 那共编的话 他会要学生的Google账号 但是免费版的 他有免费版的文件里面 有三份是可以是私人的 就是不被搜寻到的 那第四份以上的都会被公开 不过教学应该没有什么机密的问题 所以应该是蛮好用的 所以在Coggle里面 就是你直接创建一个图表 然后在这边可以编辑 那你要分给学生共做的话 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加号 加号这边点一下 然后就把他的电子邮件打进去就可以了 他会收到信 然后就可以进来共编 那因为同时共编 我试过十几个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全班三十个我就不知道 你可能要试一下 会不会太多人会有点当 这个各位可能要试一下 那Coggle是唯一目前可以在云端 同时共编的 同时共编的 其他的新制图的软体 即使他有说他可以共编的话 他也是不能同时 他会先锁住 那你改好之后 换别人改的时候 你这边会被锁住 他改的时候 你这边会被锁住 那你改的时候他那边会被锁住 对目前 目前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 但是他这个图 Coggle的图 我觉得凭良心讲 不是很好看 我不是很喜欢那个长相 但是他是目前共编的唯一选择 好 好 好那练习的时间就到这边 那所以老师们你应该就是会根据刚刚的内 就是你们找到的能力 这些能力需要具备这些数值的部分 你把它转化成我到目标实现之前中间的这些时间 我可以分哪些阶段 在哪个阶段可以做什么事 所以你就会分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直接用那个我现成的例子 好所以你在刚刚第二步做完分类之后 你稍微去分析了一下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是某些东西是可以参与课程的 然后某些东西是可以接触创新 这个可能平时就可以做的对不对 上YouTube什么的 然后关于那个证照可能就要报考技术 这个证照班 然后平常这些 这些素质里面 这个能吃苦 身体素质 这个属于耐心跟体力的部分 这个平日也都可以培养 然后会动手 灵巧的双手 这个动手做的部分 这个也是需要一点训练的 所以你要多就是多做那个手工艺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说雕花 像这一类的 那勤学习敢创新 这个也是学习跟创新的 这一种分类 那所以基本上你大概分析了一下之后 你就把它调整成你要的 那个执行阶段要的阶段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分成左边这样 我现在把它原先的那个技能 这些东西把它放在右边 然后我现在分析出来的 我把它放在左边 就是我把它排成排出来的 把它放在左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如果孩子想要当一个 那个糕点面包师的话 其实平常他能做的 就是你就要训练体能 你看揉面团需要 需要那个体能 然后可以参加各类的烹饪的营队 对不对 所以万一这时候 如果说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些公告 什么烹饪的营队 学校有一些社团 这其实都可以参加 然后甚至呢 那个寒暑假 就直接去现场 去参加烹饪的相关的工作 去打工 然后顺便 你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平常就要观察原料 然后去探索那些 什么东西的做法 然后习惯做成记录 这个都是平常就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到不同的地方 就吃吃看不同的小吃之类的 所以当你把它做这样的分析之后 你就会很清楚 我原来我国小 国中小就可以努力 我不用等到大学才去念 念那个 那个烹饪 烹饪相关科系才准备 我国小就可以开始了 对不对 我要学手 我要让手更灵巧一点 我可不可以去 练习那个手做折子 对不对 然后这种社团都可以参加 然后简单的厨艺 家里我煎个荷包蛋 炒个饭 这个都以后都交给我 然后那个学校图书馆 很多那个烘焙的书 我可以去看 那上网都是很平常的事 这个都可以在 在国中小就可以做得到 然后参加一些 公益社团 创科社团 烹饪社团 营队之类的 然后大学就可以 高中大学之后呢 就可以怎样 参加一样这种营队 或者是去 可以开始看一些相关的论文 尝试各种创新 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基础 简单的厨艺都没问题 你就可以试着去 创新看看 然后各种材料 去处理 然后各种包装的方式的练习 食谱 然后考照 这样你就会规划出 你的 你的每一个时间 该做什么事 那当你规划出 这个东西之后 各位有没有觉得 人生 突然变得很积极 有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 一弄出来之后 人生 开始有目标 可以开始有目标 那所以 所以我们就会把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 另外存一个档案 然后只留下这个东西 只留下这一个 然后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 贴在你的 你的床头 那是你的人生目标 早上起来都看一下 睡前要看一下 对不对 好 看一下脑袋 就会有 监控的机制 后色认知 就会在里面 以后你的日常生活 你就会发现 你会对这些事情 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敏感 走在路上 看到 看到任何的事情 就可以想说 这个可以跟我的 这个包装结合 这个可以跟 跟我那个餐点上面的 什么东西 这个色彩的调配 如果可以用在餐点上 多好 对不对 好 那甚至你去吃便当 便当一打开 你就练习 重新帮他摆盘 之类的 你就会发现 你对 对这种事情 就会特别的敏感度 特别的高 然后很多事情 都会被你 跟这个烹饪 这个东西 产生相关的连结 好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后 就是当我们 把目标定出来 好 这就是阶段目标 好 阶段目标 那所以在我们运算思维里面 那个系统拆解 这样拆解完以后 你就会产生阶段性的目标 好 这个就是子计 呃 子计划了 大计划里面的子计划 所以你把 所有的子计划都做完了 那个整个大计划就完成了 好 你在执行的时候 每一次面对的就是小 小小的子计划 小小的子计划 你就会觉得很轻松 好 不会就 不会觉得说啊 事情很多 又不知道从何开始 就不会有这种困扰 好 好 那所以这是我们在 好 从刚刚我们从第一步 一开始发想的时候 各位应该觉得说 就是不知道要从何开始 对不对 好 很杂乱 不知道怎么收尾 不知道怎么 怎么去规划 可是经过你简单的分类出架构 然后在后来我们进行了这个 呃 阶段性的安排之后 好 你就会觉得人生非常的有目标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如果一个孩子 他从小他就找到自己的方向 从小就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可能 小六 我就发现了我的志向 那我就定出 你就协助他定出这样的目标 你会发现这个小孩 变得非常的积极 变得非常的积极 只要在他的目标的项目上 他都会特别的努力 好 那他的人生也会比较不一样 好 你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小朋友 如果一个小六的小朋友 他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然后从小六之后 国中高中大学 他都focus在自己的目标上去学习的话 跟一个 跟一个完全没有目标 然后可能上了国中 上了高中之后 参加了相关的社团 或甚至大学 才决定他的科系 或者是说成绩的关系 不小心考到烹饪 烹饪相关系所 那所以他就是 学烹饪 那种不管是心不甘情不愿 还是后来才决定的 你不觉得这中间 已经少了好几年的努力了吗 好 所以这两个人生 一定会截然的不同 所以我们是 其实蛮鼓励 各位老师在给小朋友 探索的同时 有时候要做一下这个规划 就是帮他 让他学会怎么样 自己做规划 规划自己的未来 不是只有空想而已 我们以前 各位以前我们国小写作文 都是想 我 都想我要 我未来想当什么 对不对 未来想当老师 我想当科学家 可是都在空想 那个写作文都是在嘴炮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 怎么样具体的落实 但是用新制度 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他把他的目标 整个落实 规划 规划出他的 整个人生轨迹出来 然后他只要照着做 他只要去focus在这里 照着做的话 他的人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好 这个部分 不晓得各位老师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刚刚 有老师问 那个 云端的部分 目前是 就是只有卡狗 可以同时工作 那真的 那个版面的部分 看来看去 也是只有 XMINE 是最 我个人觉得 因为他反应最灵敏 最好用 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用XMINE 那至于那个长相 这边其实是有风格 这边有一个 右边第五个按钮 这里有一个叫风格 这里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可以调整你想要的风格 那我的习惯还是用经典 那所以经典会比较美一点 美一点 然后至于那个细部的 细部的内容 在这个刷子里面 你是可以去做 针对每一个线条的颜色 粗细 文字 那个节点的长相 都可以做调整 字型什么都可以改 所以这边你可以做细部的规划 好 好 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我们回头再来看 我们回头再来看